那今天胡錦他被架走這個畫面 有很多原本是潛藍的朋友 有意識到這事情 因為不關心政治的喔 他看到這個他嚇到 蔣萬安有沒有出來講兩句話 你有對習近平的特殊獨到的見解 你有什麼看法 為什麼記者不去問蔣萬安 不去問侯友宜 不去問盧秀燕 不去問所有的 他們中國國民黨候選人 張善政 要叫他們講話啊 從今天開始到十一月二十六號 只有一個題目啊 就是這些中國國民黨 還有民眾黨柯文哲的候選人們 如何看待那個畫面呢 不是只有這個題目嗎 還需要浪費時間嗎 原本中國的威脅 跟地方選舉是比較出理的 有些民眾覺得台灣關聯性不大 但這個畫面 胡錦他被架掉 他們一出現之後 我認為產生非常大的一些轉變 過去這個團派共青團 他其實在二十年前到現在 都在處理福建廣東 非常多所謂兩岸交流 那些統戰 他們都是來談的 都是用溫水主機進化的方式 屬於溫和派 那這個被架走是什麼意思 從現在開始 這些溫和派就當所有全世界的面 就被習近平給弄出 撵出去了 他現在就是武鬥派 強硬派 台灣如果不符合這些條件的話 他隨時就會打你 就是土八路派 現在習近平做的事情 就是當年老毛做的事 不是嗎 他只是穿上西裝打上領帶而已 他跟老毛有什麼不一樣 按照汪浩的講法 講得非常好 就是毛澤東的另外一個版本 習近平是怎麼成功的 他是用所謂反貪 因為每一個被他掌握住的人 都有貪污的證據 在中國哪個共產黨員不貪污 這是我的同學跟我說的 我的同學都是商人 在光華管理學院 都是上市公司老闆 做上市公司不需要送錢嗎 所以汪浩說 台商趕快逃吧 他先把反貪 把共產黨裡面貪污的人先抓起來 然後先掌權 把他們全部排完 排除完之後 送錢的人要不要抓 送錢的台商不需要抓嗎 在廈門有信料的 在那個深圳 我不要管 我不想講那個名字 大家都知道 在蘇州有哪一些 等一下那個揭秉來告訴我們 我們點名請這些台商 快逃吧對不對 五年之內他會不會打台灣 我們不需要被人家 這個界定行程 我們只需要在一個月內 用選票來備戰 選票就是國際人士看你 台灣有沒有自衛能力的 一個最基本的關鍵 不是這樣嗎 是不是這樣子 最近其實包括德國 日本美國 然後還有今天跟美國的智庫一起吃中飯 其實全部都是這樣看 所以現在有人啊 外面的這個有一些網友在那邊講說又在賣芒果乾 台灣現在的重要地位是全世界都看到 台灣人如果還有自己說沒有那麼重要 台灣人如果還有自己說沒有這個都是大家在窮緊張 他一定居心剖測這個人為什麼要這樣講 這個人為什麼要告訴大家當全世界都說你很重要的時候 只有你自己認為台灣沒有那麼嚴重 所以我要講就是像寇侯姐講的 其實接著的選舉我們當然我們自己周遭的所有民生經濟的 這些都要重視 但是能不能跟著我們一起保護這個國家 你如果投票投給讓國民黨大勝 從台北勝到桃園 勝到民眾黨的兩岸一家親的新竹 台中勝到這個全台灣 這個一片都是國民黨跟民眾黨的候選人 國際之間會怎麼看 而且不只是說國際覺得說好奇怪 為什麼你們台灣人的選舉結果竟然是一個整個大幅親中的狀況 而且這是一個門戶洞開 我為什麼這樣講 大家不要以為地方選舉跟這個國防安全沒有關係 你知道在戰時的時候 地方的首長他可以做很多的決策 不管是物資後備動員等等等等 就好像我們在防疫的時候 你只要有個地方首長不配合中央 好比說柯文哲 那你就是一個破口了 同樣的 柯文哲在世大運的時候就是一個表現 對不對 就是一個破口 所以不要覺得說到時候回頭想想 到時候他在這個中國在最近不斷的一些鋪路 如果在二零二七年之前 因為其實習近平擺明了嘛 就是沒有和解這件事情 沒有和平這件事情 只有你投降嘛 這講得很清楚了 他連馬英九都覺得你馬英九也是台獨啊 你這個叫華獨啊 你這個在我們學術叫B型台獨嘛 就是說你雖然是用中華民國 但你不同意就是獨 總之不跟我統一我就打 只有一國兩制九二共識不是一中各表 沒有什麼各表 也不再重要什麼一中各表了 重要就是一國兩制 你不接受我就打 這樣子危險的狀況之下 我們地方首長 地方政府 什麼人做什麼黨做 其實是很重要的耶 所以習近平他讓人覺得恐怖的地方 是他做的這些事情 好像是人類文明社會不會做的 嗯 對不對 這兩天發生的事情 胡錦濤被駕走 以及他所公佈的這個 所謂的政治局常委的名單 連其實現在最悲慘的是中國人 中國的非共產黨的黨員 所以中國人你不生氣嗎 中國人如果台灣的這些 所謂的深藍的紅桶的這些政治人物 包括你1949年被打到台灣了 中國國民黨今天還不起來跳腳 你對得起那些要爭取自由民主的中國人嗎 這已經是一個文明社會 所遇到的一個最嚴重的關鍵安危時刻也 當然要站起來告訴我們的選民 11月26號就是你跟習近平說No的那一刻呀 讓所有的候選人現在出來講話 你贊不贊成 你要簽署不投降念書書 要不要贊成 請記者們去問蔣萬安 胡錦濤被架走你認為那是不是習近平的獨到的見解 我們進一段廣告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我們也跟了解中國共產黨的 石板明夫先生來視訊連線 所有懂得中國共產黨的人 包括了這個王丹這個學運的領袖 包括了在中國北大畢業的汪浩 包括了一些中國問題專家 都認為在這個非常艱難險峻的時刻裡面 台灣人才是主導自己命運的最重要的關鍵 所以你的那一票很重要 11月26號投票跟習近平說 你不要來惹我 馬上回來